第八题 如下图,一只蚂蚁在树线上做直线运动,自O点向左移动到C点,再由C点折反移动到B点,则全部过程中位于其路径长分别为多少? 题目告诉我们从O点移动到了C点,我们发现我们走了4,然后我们又从我们的C点走到我们的B点,那么这一段我们又走了4,然后这一段我们走了5。 那么我们知道位移只跟开始以及结束的位置有关,所以只有一个O跟到我们的B,然后我们发现它向右边走了5,那么因为我们的位移是有方向性的,所以我们要提出来它是向右边走,而路径长就是要走全部的过程,都要算进去,那么一开始走了4,然后回头再走4,然后之后又走了5,所以我们就变成8加5,也就是13,所以我们的路径长走了13公分, 路径长不是向量,是纯量,所以不需要提到方向,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位移是向右走了5公分,而我们的路径长走了13公分,因此第八题问我们说,则全部过程中位移及路径长分别为多少? 我们答案选的是A,位移5公分向右,路径长13公分 假IC 好啦 burg 了